歡迎大家又來到周庸周圍講節目 今天跟大家講兩件事 其實兩件事都是來自一個地方 就是內地 其實大陸有件事真的有件事 你不可以不讚他 有時他要做的事 他真的很斬釘切鐵地做 我講的是什麼呢 其中一件事 就是內地嚴控未成年打機 即是內容是怎樣 跟大家介紹一下 可能報紙已經看了 不過大家可能看到的 都是在一些經濟版 又說騰訊大跌 今早騰訊最多跌了2% 這個是的 他講什麼呢 他說什麼 向未成年人提供網絡遊戲服務時間 所有網絡遊戲企業 只可以在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和法定的節假日 每天晚上8點至9點 向未成年人士提供一小時服務 或者是你的兒子 你的女兒 如果未成年 就是星期六、五、六日放假 可以打一個小時機 香港的爸爸媽媽 你羨慕 還是你很幸運 我兒子可以打多點機 大家都要問這句話 作為父母 你要認為這件事是否厲害 他厲害在他可以做 第一他簡單說 就是網絡遊戲用戶帳號 實名註冊 登陸要求 他現在不是 告訴你的人 你們不可以這樣做 而是他告訴騰訊 或者那些遊戲機箱 我聽聽 全部失明 否則我罰你 他罰你 分分鐘難聽一句 可能是罰款幾億元 你敢不敢不做 那你騰訊 其他肯定不敢不做的時候 那你便可以控制到他 還有 那個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我們聽聽這些句話 網絡企業不得以任何形式 如遊客體驗模式 向未實名註冊及登陸的用戶 提供遊戲服務 那即是什麼 你下載一個應用程式 你便說 我是遊客 讓你遊客先試試 行不行 這樣你也不行 老實說 真的去得很絕 我相信大家想一想 全世界的小朋友 即是一有了手機 一玩開之後 哪裏停得低 因為老實說 在手機上玩遊戲 那個興奮度 那個刺激度 是比起做人真的好很多 你又可以有一個成功的感覺 經常都打倒 那你又成功 所以你這樣看的時候 無論是在英國好 美國好 加拿大好 澳洲好 老實說你聽到 當然是有沒有搞錯 中國搞這些東西 但是中國做到 這件事很重要 現在不是說 你買一部機回來 你又未實名登記 老實說 你說做爸爸媽媽的 買一部手機回來 實名登記的時候 不僅是機的實名登記 而你登錄遊戲的時候 即是你都知道 即是你都要登記 Apps的時候 即是你都要實名登記 即是你無法騙 即是說到這裏 大家一定要承認一件事 即是中國這幾年所做的事 就是越走越前 即是前到大家想都想不到 他夠膽這樣做 大家一定要問一句 作為一個國家 你這樣做對不對呢 你問我 我就贊成 即是我很贊成 因為我覺得 你如果為了下一代 你不是這樣做 你真是害死小朋友 打打下機 打打下機 即是哪裡讀書 問題就不是說 你拔尖那些不行 而是你其實保底 即是你一般的學生 就越來越差 如果我們看看美國、英國 即是教育程度 大家讀完中學之後 喂 他在英國、在美國 英文都說不定 即是不知拿了什麼出來 寫也不要說 說寫不到 那你一定要問 那你在學校做什麼 那你香港 又是教育程度 即是除了最擅長的人 是不是又是一樣 在降低 那問題是一樣 大陸做了 香港敢這樣做 楊潤雄敢不敢學這些招 老實說 你學真的不是很難 為什麼這樣說 你現在只要跟回大陸那一套 就要那些 那些遊戲、app、市商 跟足做的 喂 一國兩制 但是你也有權 要求他這樣做 真是做得到 不過香港敢不敢做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即是香港可能又怕死 又不敢做 但你問我 我覺得真是做又有什麼問題 即是你問我 我就贊成 雖然我沒有什麼小朋友 即是我的小朋友 即是我的大朋友 即是不是在玩這些 但是你問我 即是我都覺得 即是爬頭之後 我都想一想 他真是好東西 即是夠膽做 即是你中國共產黨 你真是要給他一個like 他真是好東西 其實最重要的那句說話 就是國家新聞出版處 通告就有這樣說 加強監管 對未嚴格落實的 網絡遊戲企業 依法依規 嚴肅處理 罰你 你敢敢不敢做 一罰你的時候 即是登你的名字出來 要針對你 我想你老實說 你上了市那些 即是大佬可能 即是即刻不見10% 20% 你害不害怕 你害怕 接著他又再講多句 家庭、學校等社會各方面 共管共治 其實也是他那種 即是爸爸媽媽 你都要負責任 即是和學校一起去做 即是沒有辦法 即是不在那裏給個like 即是中國共產黨 即是夠膽 即是這些事你都做得出來 全世界你先走 那跟著美國佬 英國佬 其他那些 敢不敢不跟著做 或者他不做 而看著他那些年輕人 慢慢慢慢慢慢 即是那個學習情緒 或者學習的時間 越來越減少 影不影響呢 影響的 真的 不過我也覺得 如果香港能跟著做 我是贊成的 大家可以寫下留言 你覺得香港應不應該做 當然有人也會說 有沒有搞錯 我們沒有自由 我們有自主能力 等等 說根據自主能力 你真的回去叫你兒子 在打機的時候 你叫他放下機 跟你打架都像 真是 哪有做到的 香港做不做到 這個就是要看楊潤雄 夠不夠膽 跟著中國做 跟著國家做 這一宗 就是最新的國家 即是對小朋友 我覺得應該是對學生 即是他就不管小學生 他就管人去管小學生 讓人做不到 學生就好很多 另外一宗 是針對校外培訓 你看完之後 香港你也要說 因為大陸真的夠膽做 你在街上 你看那些巴士 有哪個巴士 後面都是放了兩張照片 培訓學校什麼什麼 學校什麼什麼 這個英文老師 這個中文老師 這個什麼什麼 最麻煩他 上課 這些 其實大家問問 贏在喜跑處 老實說 你只是鼓那些小孩子 香港又做不做 香港沒有做 完全提也沒有提 但是內地又真是好東西 他的商減政策 就是說 培訓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 你沒有錢 你就沒有得搞 你不可以過個城去搞 另外 就不可以佔用國家 法定節假日 休息日和寒暑假期 組織學科類培訓 換句話 暑假 寒假 你沒有得搞 老實說 你說不見了多少學時間 老實說 大家都知道 凡是這些假期 才是培訓機構 賺最多錢的時候 你說不准佔用時間 真是影響 如果大家看這件事 一段時間 因為是7月的時候 今年很早已經開始說這件事 人家看回內地的報道 說說 截到7月27日收盤 大部分在美國上市的 中概教育股 培訓股那些 跌幅超過九成 跌幅八成也有十一間 大家想一想 一下就散了 這一個 是否只是培訓 其實又不是 其實他做事的方法 培訓是其中一部分 但另一部分是對學校做 贏在起跑線 老實說 現在不是贏在起跑線 要贏在到球場 贏在起跑線 其實越推越前 你六點鐘起床 我四點鐘起床 就要去讀 就是這樣 老實說 慢慢來說 大家很難搞 但是內地 其實有興趣 大家應該知道 其實他針對學校都很重要 例如 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學校分班 就說明不設精英班 香港 大家都知道 你讀了中學 你入不入到A班 你入不到A班 當然你是差事 這些事情 就說 不得違規組織考試 考試結果 不排名 不公佈 不按考試結果 批學生調整分班 排位 貼標籤 就是大家一視同仁 但你厲害 你自然考試你會厲害 但是就沒有了標籤化 你說對還是不對 你的子女是厲害的 你當然希望 萬千寵我在一身幫他 但如果你子女不厲害 這個是不是有用 例如 跟著還有什麼 小學一二年班 不可以有自不考試 現在幼稚園都有功課做 幼稚園都要做功課 一二年級 不切子不考試 其他年級 每學期一次期末考 初中可適當安排期中考 你想想 不是一個星期考一次試 測一次嚴 老實說壓力真的少了很多 還有 教學有些什麼呢 還有 在考試上還有些什麼呢 就要合理控制考試難度 而不敢超過教學大綱 即是你不可以考一些你未教的東西 或者你沒有教的東西 或者課本沒有的東西 你教了要他們考都不可以 那教學是怎樣 不除以增減課時 改變難度 調職進度 不得你用課後 服務時間講新課 即是你留堂 即不是真的留堂 即是叫他留低 然後再谷 行不行 都不可以 那功課又怎樣 功課 這個又要香港家長 聽聽別人怎樣做 即是內地好事 他說嚴禁給家長布置功課 嚴禁要求家長檢查 即是你同學做完功課 老實說 直到家長做功課 家長做完功課 批改功課 倒著重複懲罰性質功課 即是你讀不到 跟我抄一百次 這個真的沒有 我做小孩的時候 真的抄一百次 都不知道抄多少次 這些真是厲害 不得要求同學 不得要求學生自批自改功課 即是中國這個做法 有人就說 你是不是令到那些學生 不可以鼓起他 其實你這個做法 我覺得又是平均化了學生 令到學生沒有那麼多壓力 對還是不對呢 有人讚有人彈 不過內地也是 有事都有人彈 但是我們在香港 放在香港 我們報導有 但不是那麼多 我又想今天和大家討論一下 你覺得這兩樣東西 打遊戲那樣東西 功課那兩樣東西 是否得正 是否即是 三五七九年後 我們的學生 是不會差了 亦是會好 這個值得大家考慮一下 不過我到這裏 我一定要說一句 就是一個政府 一個政府 夠膽去行一些 以前沒有人行過的東西 我覺得 內地中國 值得 讚一讚 好 今天說到這裏為止 拜拜 大家看完片別走 記得按訂閱鍵 之後按旁邊的小鈴鐺 當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 記得按讚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